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频道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6月6日 现在呢 我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 大家看到在我的镜头当中 这就是林志玲的官方微博 你看到 这是林志玲 她的头像 这是林志玲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是她发这个微博的时间 是在2019年6月6日的19点06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9点06分 现在是北京十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13分 晚上的10点13分 她就说7点06分她发的 距离现在呢 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而这个消息呢 现在在中国已经是炸了网了 你看她的内容 爱与勇气 我结婚了 有大家一直以来的爱和支持 我真的很幸运 亲爱的每一个你 让我们一起幸福 然后她下面还附上了一首小诗 是她写的 这是她写的 现在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 她说 我一直坚信 只要我努力相信爱情 爱情有一天会眷顾于我 跌跌撞撞 兜兜转转后 不同的时空再相遇 在对的时间 让我们看见爱情的模样 内心某个角落 逐渐筑起不可取代的位置 执此年华决定执子之首 共组家庭 有人说 爱情是一瞬间的礼物 我想需要勇气 包容 无私 妥协 天真 才能将一瞬间化成一生的陪伴 我愿意一起去面对每一个未知 与每一次起伏 一同蜕变 茁壮 勇敢的 让未来到来 让过去过去 大家的爱 越育了我的成长 人生的无常里 总有无限惊喜与美好的安排 只要你相信 爱 无爱 我结婚了 也希望每个相信爱情的你和你 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智玲 静笔 2019年6月6日 然后呢 他在里面付了一张照片 这位幸运的新郎 就是他 就是他 你看他 他的容貌 并不是多么的出众 相信智玲姐姐图的并不是容貌 我们再来看 智玲在6月5号 17点19分 他发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穿着婚纱的照片 上面写的今天心情也要漂亮哦 然后这个呢 我觉得在昨天他发的时候吧 大家应该是没有引起注意 这张照片 也有可能是去试婚纱吧 这张照片 因为他是个艺人嘛 然后他又是一个motor对吧 很高的个儿 然后经常做motor 然后呢 穿这个婚纱呢 是工作也有可能 所以呢 大家应该是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但是今天来想一想呢 这有可能是他的私事而不是工作 他今天宣布的这个 6月6日宣布他这个结婚呢 应该不是举行了婚礼 应该只是登记结婚 在什么地方登记结婚 这就不知道了 那这位新郎是谁呢 然后我们看到在他的微博里面 他at了这个 叫excel Akira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谁啊 我把他的这个微博账号也找出来了 这就是他 这是他的微博 这个微博里面呢 他就说 这里面你看 他转发了智灵刚刚发的这个微博 然后呢 他说 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 然后这个呢 这是他在智灵发之前发的 你看他这个是19.03分发的 智灵那个是19.06分发的 对吧 他比智灵提前了三分钟 发了这个微博 然后他说 今日想跟大家报告一件个人私事 我与林智灵小姐 我与林智灵小姐于6月6日结婚了 自八年前共同主演舞台剧 赤壁爱时相识 就他们两个一块主演了一个舞台剧 叫赤壁爱 我与智灵小姐便一直维持着友好的情谊 去年底开始的交往 就是八年前 他们两个因为演舞台剧而相识 然后一直保持着一个友好的关系 然后去年底开始 他们两个开始坚往 因为这是指确立恋爱关系 更加深了我们的坚定感情 认定对方是可携手共度余生的伴侣 在忙碌的工作中 智灵小姐总是把家人和身边的人 放在第一顺位 并透过各式活动 对支持她的粉丝们给予热情回应 我看着她每天付出很多的爱与勇气 那怀抱着强烈责任感和温暖的个性 深深吸引了我 不论任何时刻都以笑容接受我 包容我 那份温柔更让我真心渴望 能带给她更大的幸福 虽然自己还有需要成长的地方 但我今后一定会好好珍惜她与她的家人 谢谢大家至今给予我的一切 身为一位表演者 我将更加自觉 更加负责 并不忘初心的精进自己的演绎之道 以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报大家平日的支持 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令和年六月六日 Excel Akira 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 然后又附上了一张 他们两个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呢 这是一个这个专业摄影师给他们拍的 应该是 从这张照片来看呢 这位男士要帅了很多 所以人啊 其实人靠衣装嘛 靠安装啊 前一阵子中央电视台那个刘欣 他出来和那个美国的电视台 Trash那个辩论的时候呢 在节目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一个刘欣 而且他就在辩论的当天 或者我们管他叫一个采访 其实呢 他不是一个辩论 对吧 那一天呢 刘欣呢 就更漂亮 现在更年轻 可能是灯光啊 这个角度啊 各方面的问题吧 更年轻 更漂亮 更靓丽 然后我就说呢 刘欣是为一大美女 之后呢 就在网上有很多刘欣的生活照和素颜照 然后就被大家广为流传吧 也不能叫巴出来 因为那都是刘欣 他自己公布的 从那些照片上来看呢 好像更漂亮 挂不大上 就是化妆啊 还有摄影啊 会让一个人呢 增加很多的光彩 这张照片里面 智灵姐姐的这位新郎呢 就帅气了很多 那智灵呢 今天他宣布了 结婚啊 不能叫大婚 叫结婚 应该就是登了几 应该是没有举行婚礼 他们两个如果举行婚礼的话呢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场面 如果不是特别铺张的话 智灵姐姐起码会 邀请她的那一众好友吧 智灵她是一个 应该有很多人都了解她吧 应该有很多人都见过她的那个风采 对吧 可以用这个吧 我感觉她是从内往外的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 她非常善良 非常有爱心 非常和气 非常友好 非常端庄 非常礼貌 非常文雅 非常高雅 还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 很有知识 很有素养 很有素质 的一位女士 她在演艺圈的人员是相当相当的好啊 她总是非常的谦和 可能几乎没有一个人 演艺圈里面应该说 没有一个人对她怀有敌意 她总是给别人一个面子 总是时时刻刻呢在考虑别人那个感受 因为她个子高嘛 大家经常会看到 她在跟别人握手的时候 她总是把她的腿半蹲的状态 让别人呢 尤其是男士 不感觉到身高的尴尬 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我也看过她的那个真人秀 她曾经参加过那个花样姐姐 从那里面看呢她真的是从来没有过傲慢 从来没有过傲气 总是呢很谦虚很谦和 但是呢她今天宣布结婚 大家还是被震惊到了 这位新郎不是颜承旭 这段时间以来呢 大家都在传说林志玲和颜承旭又重归于好了 看来真的是不管是传的声音有多大 到最后不被证实的时候呢 就仍然是有可能不是真的 你看她现在 这位新郎呢是一个日本人 刚才在她的微博里 她写的这个日期 写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日本的日期 她写的令和元年六月六日 这是他们这个 日本的新天皇刚刚登基嘛 新天皇的年号就是令和 然后今年是元年 那叫令和元年六月六日 她是一个日本人 关于她的身世呢 稍后我会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 这位幸运的新郎到底是谁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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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